游玩结果跌倒撞到了下巴 好几次他要求领队带他就医 没想到这个领队以购物行程不去 得赔钱为理由拖延了 还要求富人要签署放弃就医统议书 富人等到回到台湾就医才知道 自己下巴骨折需要开刀 家属痛批旅行社没有良心 下巴骨折包扎 明显可以看到牙齿断掉 烈性富人看起来真的好痛 原本开开心心和老公在过年期间到江南游玩 没有想到初三深夜时 理性富人在饭店里跌倒 导致两颗牙齿断掉 血还从耳朵里流出来 隔天要求领队带他去看医生 但是领队却说行程必须走完才可以 初五再度清抽就医 但领队这次却说今天是购物行程 不参加要付500块钱人民币 相当于2500块钱台币 理性富人怕赔钱就忍住了 晚上回到旅馆 领队竟然要他签署放弃就医的同意书 他婉拒不了又怕发生事情只好签 就这样夫妻俩回到台湾 看医生后才知道 理性富人下巴早就断掉了需要开刀 很务足了心里很不开了 从回来我一直对我太太一直抱着内疚心 就是我没把他顾好 我说我对他是很抱着内疚在里面 但旅行社的回应却有所落差 他摔伤的时候 我们领队有问他要不要去医院 他说不需要 双方各说各话到底是富人不想要去就医 还是旅行社的疏失还有待离清 记者路易红乖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